来看到这场千人同乐的才艺表演活动 这是在汉城华侨小学举办的第85届儿童节大会 即才艺表演庆祝大会 那么全校师生家长各侨团侨领等贵宾共襄盛举 小朋友使出浑身解数卖力演出 度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汉城华侨小学这天热闹非凡 全校师生各侨团来宾 韩国友人以及学生家长共计一千多人 参与这场第85届儿童节大会 即才艺表演庆祝大会 等待演出的小朋友坐在位置上 兴奋又期待地交谈 不一会儿三位小主席 刘子仙 金声浩 郑知名 上台带领全体向中华民国国旗 及国父一项行三局功力 并代表全体学生致感谢词 今天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开心 因为有爱护我们的师长费心的安排 今天的活动 跟我们一起欢迎这个特别的节日 谢谢师长们的用心 这是专属我们大家的节日 那让我们尽情的换唱 那待会儿呢 各位同学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你的才艺 放出你的光 与热 那在这个欢乐之渝呢 我们要存感恩自心 那要感谢我们 养育我们的父母 感谢我们 尊尊教会我们的老师 在汉城华侨小学家长会 自赠礼物给大会小主席后 全体师生齐唱笑歌 结束了儿童节开幕典礼 接着汉城华侨小学合唱团 以儿童节歌 为才艺表演拉开序幕 幼稚园到六年级的学生们 准备了一系列精彩演出 武力全开国术团 精神抖擞的表演功夫 还有金和林跟江宁女同学 表演的小罗浩 凤阳花鼓 活泼生动的演出 获得全场欢笑声不断 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们 从活泼可爱的舞蹈 到动感十足的演出 丝毫不怕声的 卖力展现了一个多月来 精心排练的成果 这次的儿童节 除了小朋友玩得开心 家长们也都很高兴 看到子女们 在学习中成长茁壮 也因为董事会大力支持 及韩国桥界的关怀 使得这些小朋友们 能在海外度过快乐的儿童节 台湾宏观电视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